而文旦幼是瑞税农产最大宗 但是面对极端气候的考验 除了祈求天助 农民也只能想办法来自助 近几年在农政单位的辅导协助之下 不少文旦幼农也加入尝试 文旦幼早收栽培的技术 不仅减缓气候的冲击 来调节产季 也提升产销的竞争力 正当大家的文旦幼 因今年3月卓果率低而减产之际 配合农改厂与农会 早收技术辅导的农民林成雄 文旦幼缘却不见显著的影响 反倒结实累累 我也是配合今年我们农改厂 包括瑞税农会的一个早收计划 来做一个栽培 整个早收计划的一些资产 或者是或一些我们在运用上的技术 其实对我们整体今年遇到干涵 或者是奔崩 我们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所以它的伤害并没有到达很大的 落花落果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早收计划的确会有一些 保护我们作物的一些作用 从第一年的文旦幼早收栽培 技术式翻户到现在 品质产量稳定 且能够配合产季市场成效卓著 林晨雄今年也将仅有约3.2公顷面积的文旦幼 全数才早收栽培来管理 对于国内外 尤其再度打开大陆市场也高度有信心 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 相信这次一定能诚信 毕竟我们跟内地这边已经算断了两年 其实在这两年农民非常的痛苦的在耕作 当然开拓了这个新的市场 那我们是相对的 这个市场会好好地去把握 瑞士香早收技术栽培的文旦幼面积快速飙升到100公顷左右 面对今年的文旦幼产销市场 不论产量或品质 农会也信心大增 及早规划相关的产销推广 现在我们早收的计划的部分的话 大概会在8月15到20之间 就会开始采收文旦幼 那我们也配合一些通路 还有一些行销的管道 那逐渐地在贩售我们的文旦幼 以目前生长文旦幼生长的状况 除了3月份因为干旱而减少了这个产量之外 那其他在果项或者是品质上面 都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以我们目前所测的这个文旦幼的这个甜度的话 目前已经来到了10度半到11度之间 那我们也对今年的文旦幼的这个品质相当有信心 互联动该厂提供专业栽培技术 能会提供相关的辅导协助 让文旦幼早收栽培技术日趋成熟 足以应应极端气候的冲击 也能提早衔接国内外文旦产销市场 大幅提升了瑞瑞文旦幼的市场竞争力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导 请 craving咨 anlat 请欢迎来咨 bouncy